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之中,司马懿可以说是诸葛亮最大的敌人,历史上的司马懿确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,不仅政治眼光毒辣,还很善于带兵打仗。 曾经有一次,魏明帝曹瑞给士兵们送去了一批冬衣,可司马懿宁愿放任士兵冻死,也不发放这批冬衣,这是为什么呢? 读历史,您是李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司马懿自幼宝读诗书,胸怀大志,但在曹操让其出世时,却百般推辞,不肯为官,只因他认为曹操多疑,非己之民主,但曹操却不依不饶,苦苦相逼。 破其出世为文学院,司马懿被迫出世后并没有抱怨,而是表现得十分隐忍,但司马懿的掩饰并没能逃过曹操的双眼,让曹操察觉出他的有熊豪痣,并有狼故相,曹操对此生疑,故意查验一番。 司马懿果然露出了狼故之相,那么,究竟什么是狼故之相呢? 所谓狼故之相,在《人文大统赋》中有明确记载,狼故者,为回头固而生不转,性狠,常怀杀人害物之心。 所以,曹操对司马懿一直都有所防范,曹操甚至还专门对儿子曹丕嘱咐过。 司马懿非人陈也,必欲辱家世,从这里可以看出,曹操了解司马懿有野心,也知道他性狠。 而且,司马懿还是一个极其能隐忍的一个人,笛者以为,陈寅客对司马懿的四字评价极为准确,坚忍阴毒。 但曹操是一位雄主,并没有因此就杀掉司马懿,毕竟司马懿有本事,这也是不争的事实,历史证明,曹操是完全能够驾驭司马懿的。 而且,当时的曹卫正值用人之计,自然不能做出自断臂膀的事情,只要对司马懿有所防范,不赋予兵权,就翻不出大浪来。 但曹操死后,曹丕却似乎忘了父亲的话,由于在争位期间,司马懿一直都站在曹丕一边,令曹丕对司马懿颇为倚重。 虽然登上大卫之初,仍未赋予司马懿兵权,但却让他坐镇许昌,足可见对他的信任,司马懿长兵后,立即表现出令人惊艳的军事才能。 他通过一次骑袭将孟达斩于马下,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他的统兵实力。 等到曹真死后,司马懿顺利取得西线卫军的指挥权,成为整个曹卫都要倚仗的重要人物。 司马懿隐忍到这个时候,整个曹卫集团中,也就只有他才能抵御诸葛亮的冰封了。 尽管在第四次北伐中,就连司马懿也败下阵来。 但司马懿迅速调整策略,丝毫不在意自己的面子,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,与诸葛亮打消耗战的方式。 等到诸葛亮病逝后,司马懿已是全尸滔天,凭借镇守关中,抵御蜀军的军功,位列三公。 显然,曹操一直想要压制司马懿的想法,他的后人并未执行到位,给了他翻身的机会。 公元238年,公孙渊叛乱,辽东乃是苦寒之地,派兵远征公孙渊,以疲惫之施战以意待劳的公孙渊。 曹魏的将领们纷纷表示没有信心,最终,还是司马懿披挂上阵,率军出征,替魏冥帝解了为,彼时的司马懿已经年进花甲,按照当时的平均年龄计算,是绝对的老翁。 若是他不出马,也必然会有其他将领出征,他位高权重,为何还要再战沙场呢? 因为司马懿有野心,即便是官至太尉,仍有进取之心,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出征,与公孙渊对峙于辽水,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,双方若按照常规战法对阵,司马懿想要取胜并不容易,辽东乃苦寒之地,若战事千言日久。 司马懿担心与己不利,为了取胜,司马懿力排众议,大胆决定率军暗度辽水,却不与公孙渊交战,而是直扑湘平,此计甚险。 若司马懿久攻不下,必然会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,但公孙渊不敢赌,因为湘平城中空虚,军队主力全都被他布置在辽水一线设防,司马懿直扑湘平令他有些措手不及,公孙渊在被动回防的情况下,立足不稳,惨遭溃败,只好逃入湘平坚守不出。 司马懿将湘平团团围住,并在湘平四周堆砌土垒,向城中射箭骚扰,令城内守军苦不堪言。 湘平遭困,粮食用尽,终于再也无法坚守,公孙渊帅数百骑兵突围而去,司马懿却并未打算放过他,率兵追击,最终将其斩于马下,按理说,将首领拿下,然后将士兵们收归到自己的麾下进行驯服。 这场战争就基本上已经胜利了,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必要了。 而战争本可以结束的时候,司马懿却坚决不结束,反而是对敌方的士兵及城内的老百姓赶尽杀绝,还将杀死的人堆放在道路的两旁,以此来显示自己军队的战斗力。 据禁书,记载,司马懿足足杀了七千多个无辜的老百姓。 司马懿的这种做法,无疑是残酷的,但是他的这种做法,也是充满着智慧的。 司马懿这种做法是杀鸡儆猴,他要让其他想要谋反的人看看。 要是他们要谋反的话,朝廷是有足够的力量去将你的反叛力量消除的。 每个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手下都是听话的,服从安排的,魏冥帝也不例外。 而这种杀鸡儆猴的效果,是魏冥帝想要的最好结果。 司马懿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,本就是一件讨得魏冥帝欢心的事情。 再加上司马懿在战争过程中,对朝廷忠心耿耿,更是获得了魏冥帝的信任。 而司马懿表现忠心不只体现在这一件事上,还体现在司马懿不给士兵发棉衣上。 辽宁的冬天可谓是寒风刺骨,北风笑笑地吹过来,地上的枯叶被卷起到空中,发出无力的身影。 士兵的脸色苍白,嘴唇发紫,牙齿打颤,就连手脚都被冻得红肿。 风雪交加的冬天,魏冥帝送了十几车棉衣过来,目的很明显,就是要司马懿发放给军队里的士兵穿。 可是司马懿却说,如者观物,人臣无私师也,司马懿没有将棉衣发给士兵。 理由是魏冥帝并没有说要将棉衣发下去,这个理由简直是荒唐。 司马懿作为军队的统帅,对于魏冥帝送过来的物资本来就有自由的处理权利。 可是他却说这些棉衣是国家的财产。 魏冥帝只是将棉衣送过来了,并没有下指令叫他发放下去给士兵们穿。 他没有发放棉衣的权利,棉衣就在身边,只要司马懿一发下来,士兵们就可以有厚衣服穿了。 可是司马懿却坚持不发,士兵们只能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军进行对抗。 司马懿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? 真的是因为没有收到魏冥帝的指令,就不发放棉衣给士兵吗?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,那么你就太过天真了,司马懿可没有那么守规矩。 前文提到过,这批棉衣是魏冥帝以个人的名义赏赐给司马懿的,并非是从国库中赏赐给前线作战将士们的。 那这一点就很重要了,倘若司马懿将魏冥帝所赏赐给他的名义赏发给了前线将士们,那么,魏冥帝的手中就会捏到司马懿的把柄,我身为皇帝赏赐给你的物品,你竟然私下分配给军中将士们,这不是收买人心是什么? 如此一来,魏冥帝便可以通过此事称司马懿有着不成之心,司马懿以后的道路就会走得十分艰难,但司马懿也不是傻子,身为一代权谋之臣,司马懿又怎么会看不懂其中的含义? 因此,司马懿直接将这批棉衣扣押在了自己这里,即使将士们前来索要,司马懿也丝毫不为动摇,坚持不将这批棉衣下发给将士们。 这件事传到魏冥帝耳朵里后,魏冥帝也明白司马懿这样做,就是为了表示自己绝不需要部队的威望。 通过这件事后,司马懿也是成功取得了魏冥帝的完全信任。 先前还对司马懿设有防备之心的魏冥帝也逐渐放下了心中的顾虑,直到公元239年,魏冥帝曹瑞身患重疾,生命已走到尽头。 在临终前,曹瑞特意召回了在外行军的司马懿。 除了司马懿外,曹瑞还找来了曹真的儿子曹爽,彼时的魏冥帝知道自己命不久矣,便将此时不过八岁的养子曹芳立为了曹魏新帝,并托付给了司马懿和曹爽二人,任命其二人为辅政大臣,辅佐曹芳治理国家。 曹瑞病逝后,曹爽想要独断专权,连同亲信丁密处处打压司马懿。 想尽一切办法去除了司马懿手中掌握的兵权,可司马懿这么一位极具野心的权谋之臣,又怎么会看不懂曹爽的想法? 对此,司马懿却并没有在名念上表现出来与其争斗的心思,反而处处忍让曹爽。 曹爽其人十分愚笨,在他看来,这就是司马懿害怕他的表现,眼见整个曹魏再没有比自己更有实权的大臣。 曹爽的野心也是越来越甚,一度想要废除曹芳转立曹镖为皇帝,直到公元249年,先前一直隐忍的司马懿率兵发动了高平陵政变,一句击溃了曹爽极其亲信。 曹爽被击溃后,整个曹魏的实权都掌握在了司马懿一人的手中,这也为此后司马懿建立竞争打下了基础。 而早在司马懿为曹操做事之时,曹操就曾提醒过后人要格外小心司马懿这个人,切记不要让其出现功高盖主的局面,否则将一发不可收拾。 但可惜司马懿此人太能隐忍,直到七十岁时才率兵齐反,逐渐将曹魏的实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